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期节目中 他们用颜料给土豆涂上了一层保护膜 而这一季的节目更是备赞为有CP 而且赵丽颖离婚后的首秀也成了焦点 身穿蓝色套装的小白鞋 一抹微笑更是直接拉响了Coco的游戏 在最新的1期节目中 赵丽颖谈起了自己的第一部戏 身穿蓝色套装的她 一脸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她的镜头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前 赵丽颖的表演越来越自如 日前 吴磊参加某节目 在采访中 她表示 拜托冰箱节目在尽可能保持原有优势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 自我迭代 此外 每一次寻找可以放大节目的点时 她都会对冰箱节目中的笑点和槽点 每一次寻找能放大节目的点时 都会对网友们的笑点和槽点进行打击 不过说起节目中我所看到的一件事 就是吴磊妈妈所做的改变 每一次都会有更大的收获 对我来说 这个节目会变得更大 更重要的是 它会变得更大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节目都会有更大的变化 接着 吴磊透露 上次赵丽颖离开拜托冰箱之后 黄磊也是标类送别 大家也很好奇 现实生活中赵丽颖是怎样一个人 而吴磊的评价却是一语重地 上综艺 最重要的是能提起观众的兴趣点 对赵丽颖来说 最重要的是可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 而吴磊的评价却是一语重地 赵丽颖来拜托是自然的吧 这主要是因为何炯 他们已经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现在孩子和工作才是赵丽颖现在的重心 也希望他越来越好 如果将来能遇到真爱大家都会祝福他 吴磊抱流浪狗上拜托了冰箱 告诉赵丽颖他一条打戏拍十七次 小北是吴磊在拍摄穿越火线的时候 在深圳北战捡到的一只流浪狗 学名广西土猎犬 当时的吴磊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叫小北 因此给狗也取名为小北 要说吴磊有多喜欢小北 节目中的三个细节就能看出来 细节一 节目刚开始 在介绍小北的时候 吴磊称他为女明星 他的冰箱上也贴了一张带有小北表情包的图 细节二 抱着小北的时候 他就像是抱着婴儿般 还跟大家说小北喜欢被这样抱 饮得何酒 刀清晨纷纷模仿 细节三 吃饭环节中 小北也被香气吸引过来 看着可爱的小北 赵丽颖开始突发奇想 说下次哄他可以一人带一只狗 听到赵丽颖这么说 吴磊立马表示赞同 这是小北的综艺首秀 吃饭的时候 吴磊自称小北的经纪人 感谢大家见证他的综艺首秀 以后大家有什么狗狗的需要 比如模特 或者狗相关的东西 都可以考虑小北 不得不说 吴磊这个经纪人做得十分到位 卖力地为自家女明星做宣传 收养小北之后 吴磊和他的关系一直很好 经常会在社交平台分享他与女明星小北的日常 还在社交平台给小北单独注册了个人账号 在吴磊看来 小北不只是宠物 更像是他的家人 本期拜托了冰箱中 大家又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饭桌上 王嘉尔默默拿出了一叠照片 展示在场嘉宾的青色时期 第一张照片就是少女时期的赵丽颖 照片中的他抱着毛绒玩具坐在车上 笑得一眼灿烂 翻到吴磊的照片时 大家都被软诺诺的小吴磊可爱到了 照片中的吴磊扮演的是哪吒 圆圆的大眼睛 扎着两个小辫子 看上去十分可爱 吴磊是童心出身 从小到大拍摄了很多部电视剧 何总说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狼牙榜里面的小飞流 当时的吴磊也还年幼 与大家分享拍戏初体验的时候 吴磊开始回忆狼牙榜拍摄的奇妙的立场 狼牙榜主演 胡歌 王凯 刘涛中都是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演员 吴磊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压力很大 不知道该怎么演 在导演的指导下 学会了回归角色本身 永远做剪法 谈到NG最多的一场戏时 吴磊说不是表演 是那种动作戏 最多一次应该是17次 是在拍狼牙榜的时候被踢的镜头 当时的吴磊没有刻意去数 是摄影师跟他说他被踢了17次 所以才印象深刻 因为对他来说这都不算什么 不断地重来 只是拍戏中最简单的难题 因为这是一个通过不断尝试 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还自爆长这么大 第一次拍哭戏是被掐哭的 那时候他自己才5岁 当时还能借着这个哭镜把台词讲完 可见小时候的他就已经很专业了 说到哭戏 不得不赞叹吴磊的每一场哭戏都很绝 无论是什么角色的哭 他都能把哭的分寸感掌握好 都是那种契合剧本人物设定的哭 3岁就开始拍广告的吴磊一路走来 用实力演绎着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从小就不断磨练演技的他 终于在长歌行中爆火 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暑期待播剧起航 剩下未来也吸引了众多目光 赵丽颖也分享了自己第一次拍戏的感受 她说那时候自己20多岁 什么也不懂 做演员这个过程要学很多东西 要有一个找角色的过程 一旦找到了 那所有的行为逻辑都有了 无论是演员还是什么 每个行业都很不容易 作为演员 只有静下心来 读懂剧本 读懂自己的角色 才能有所收获 赵丽颖 吴磊在演员之路上做得很成功 观众们的喜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认可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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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